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第一堂课学的就是信实 怜悯 第一课就是答应别人的事情要说到做到 然后还要鼓励别人 就是要有勇敢在不舒服的情况下 做正确的是鼓励别人 鼓励自己 以前我交坏朋友 我改变 现在我改变 交好朋友 我愿意怎么对待别人 别人以后都会怎么对待我 每次考虑失误的时候 我都忽悟自己 因为忽悟会变成真的 我以前很爱讲话话 现在我不爱了 我刚开始觉得鼓励人 我们班人生们都被我鼓励了 他以前都过来爱欺负我 这次有已经在星期五的时候下课的时候 有个大课可以欺负我 他主动过来帮助我 我要当个温柔的人 就是懂得控制情绪的人 温柔就是在体贴我妈妈 如果我体贴妈妈的话 我自己也有好处 要多听别人 少说自己 我最喜欢的好品格故事是诺亚方舟 因为诺亚是一个很老的人 他在不舒服的情况下 做正确的事 我本来呢 我本来呢 是一个动不动就发脾气的人 不过呢 学了那堂课之后呢 我不管是在管理上面 还是在跟我妈妈生活上面 都有改善了 在管理上面呢 大家呢 有时候我好好去管他们 他们都会听我的 不像以前 大好大家也没有 而浪费自己的口识 温柔不代表软弱 我每次的生计我都会从一数到十 如果再生计我会从十数到二十 来这边的时候 我每次来这边都很快乐 因为这边又有礼物 又有糖果 我感到很开心 有 老师在这边会鼓励我们 每次来的时候都会给我们一个爱的抱抱 希望我们可以变成一个大家庭 友好相处 非常感谢 负责人有机会来参见好品格的课程 因为这个好品格的课程 就是帮助他养成了很好的一个品格 也特别感谢几位老师 不单在课堂上被他们用船身教 在课后也不断地去关心鼓励和建筑他们好品格的养成 我见好品格不只锻炼了孩子的品格 甚至锻炼了孩子以自己的心去体贴别人 感谢好品格 真的是在好品格的学习当中 我真的看到了小家乐的改变很大 甚至我还看到了其他小家乐的同学的改变非常大 在孩子学习好品格这一年多的时间 真的看到他懂得去爱人 甚至说当他做错事情的时候 他懂得想到好品格以前怎样锻炼他 好品格是如何来鼓励别人 他会以这些小时交过的课程 再来判断思考 再来去感受一下自己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或者说到底如果自己是别人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好品格的课程其实对比其他的课程来说 它是非常特别的课程 就是他这个课程的养成 养成品格可以陪伴孩子的一生 他不是一个阶段的一个功课的成果 而是一辈子的好习惯 所以我们觉得小朋友能够来商量的课程 对他将来的人生非常有益处 在好品格当中我也看到小家乐的改变 他懂得什么叫信实 什么叫体贴人 甚至去赞美别人 这些都是在好品格当中学到 而不是在他一文元 或者在他的学习的当中去能够感受到 或者去学到的 因为在我开始上这个课以来 我看到了很多小朋友 他们真的是被这节课 他们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被他改变 他们从开始的可能不敢去跟别人去讲话 觉得自己可能不是很重要 不被人重视 他开始变得慢慢自信起来 在学校里面开始更勇敢的去鼓励别人 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我们经常几个老师会一起去学生的家长 家里去探访 然后了解孩子这一周 他们到底有怎样的在学校 要发生一件怎样的事情 然后他们生活品格上面 需要怎样的被导正 被修改 然后我们就接着 我们在第二周的课程上面 我们就会来教这一周的品格 然后从而来改变孩子的生命 我们会带这些孩子一起去老人院 去看这些老人家去关心他们 就是让我们的好品格 深入到我们的家庭当中 可以在各个环境当中 来做我们的好品格 来影响这个世代 影响周围的人 因为我们现在生活这个世界当中 可能我们一直承受很多的压力 小朋友也是一样的压力 但是我们要透过我们的这个教育 来告诉他们 他们是勇敢的 是自信的 他们可以做出很多的事情 来改变这个环境 所以我鼓励大家能够 多来听好品格的课程 然后多来参加我们这个课程 我们教导孩子成功的关键 不仅是要有很好的才华 而且更重要是我们要有好的品格 要有好的态度 我相信这些来到这里 来上好品格的每一个孩子 只要他们坚持来 他们就会把每一个品格 深入到他们的心底深处 我相信当他们有一天 走散社会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成为这个社会上 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 好品格真的很棒 拥有好品格 就会有好人生 我一生要歌唱 我心完全牵手 在你十家前 一生都要失去光芒 我一生要歌唱 我心完全牵手 翻唱 翻唱 感谢观看